下面我们看下面的胶片 这个是 认证体系结构 就刚才我也大概介绍了 就这一块 啊我们说这个802.1s这个系统呢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左边是客户端 是吧 右边的是中间的这个是认证的这个设备 然后最右边是认证的服务器 认证服务器 服务器通常可以用这个radius 然后呢这个中 中间的这个设备呢就 应该是这个交换机 然后交换机呢他这个地方我们看这个设备 端提供服务 然后提供服务呢这个时候呢他这个端口呢有两种状态 如果这个客户端还没有通过这个认证之前呢 他是处于这个端口 啊非授权的这个状态 非授权受控的状态他只只可以发这个 认证的这个报纹请求其他的这报纹都会被阻塞 然后如果是认证通过的时候呢他才会 处于正常状态转发所有的报纹 然后这个发过来之后呢他就会 在设备这边呢他会对他进行 转换 有左边的这个报纹格式呢跟右边 这边的报纹格式他是不一样的他会对他进行转换 转换完之后呢他再发给这个服务器 这样 不知道我这边有没有介绍清楚啊这个 稍微的介绍一下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 协议的这个认证的流程 这个认证流程呢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终继的方式 还有一种是那个 终结的方式 我们先看这个中继认证过程 我们看这个流程看起来有点复杂 这边看起来有点复杂 嗯 在介绍这个流程之前呢我稍微给大家介绍 呃再补充一点点这个 啊媒体方法 呃补充一个一个概念 就是说这个 我们说这个客户端呢他想通过认证呢他需要提供这个 账号 跟密码对吧 需要提供账号密码 那这个账号密码如果你一发到这个设备上去 那如果别人把这个账号密码给获取了 或者是人家在上面去监听去抓包 等等 他是有可能把你这个账号 跟密码去 啊 就去获取到了 获取到你的账号密码 那么就这边就涉及一个问题就是 你这个客户端呢你想 啊对服务器进行 请求认证的时候呢 你怎么样安全的把你这个账号密码发给这个服务器 啊 既可以达到这个认证的认证的这个结果呢 这个目的呢又可以达到保护你密码的这个 作用 怎么去保护你的密码 就是避免 有人恶意的去 获得你的这个密码 然后就因为这个 出于这个目的呢 然后这个地方呢就多了一个 这些这个步骤 本来这个我们理解的这个 认证请求的 过程是很简单的对吧 你把账号密码 统一发过去 一个报文就行了 到这个设备 那设备给你转一下 服务器让把你这个密码一查 哎对不对 如果对的话 OK通过 不对的话就回来 那不是三个报文就解决了吗 两个报文就解决了 一去一回就解决了吗 是吧 那这个时候我们看这个地方为什么多出了这么多的这个 报文来来回回来来回回 这个 这些这个流程呢都是 为了 保证你这个密码的安全 保证密码安全 那这个机制是怎么 怎么实现这个密码安全的这个保护呢 我这边稍微 再多讲一下 就这个账号密码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看这个地方 最开始呢 它是启动认证 就请求 请求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它是 就单单一个请求 就告诉这个设备 哎我需要这个 去请求网络的服务 我刚接上去的时候 那么设备呢 就给它回一个 啊 eap request identify 哎这个时候告诉他 你把你的账号发过来 你账号是多少 但是这个时候没有叫他发密码 只发账号 好这个时候就发了账号 呃 请求账号 那这个时候呢 你看这个 客户端呢 就给他回了一个账号 这个时候账号就发过来了 那账号发过来 这个时候是安全的 对吧 别人知道你的账号的话 他也没有 没有密码 也动上去 好这个账号 得到这个账号之后呢 这个设备呢 就把这个账号 转给这个服务器 反正他中间就这个二传手嘛 你你拿怎么过来 我就把你转给这个服务器 那服务器这个 得到这个账号之后呢 因为我们说这个客户端 对于这个用户来说 他有账号密码 那服务器上面 他也有账号密码了 也有账号密码 对吧 对吧 这个服务器也是有这个账号密码了 有账号密码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 会怎么做呢 那这个时候这个服务器呢 他就会 通过账号 因为你这个时候不是把这个账号发过来了吗 通过你的账号呢 他就会去 把这个密码 给查出来 因为他这个账号密码是对应的 他把这个密码查出来 密码查出来之后呢 他就通过这个 一个算法 会把这个 用一串 一串这个 一串数字 或者这个字母的组合 一串组合 然后跟这个密码 一起 这两个 跟密码一起 他们两个一起 通过某种算法计算 算出一串这个 加密的这个 这个的报纹 就说他应该是拿这个 这一串 相当于这个名文 随便拿一串这个名文出来 就是一串数字跟字母 然后呢 这串名模呢 我用这个密码去对他进行加密 通过模算法去加密 加密他的话 他就会生成这一串这个 加密过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信息 那么这个加密过的这个信息呢 就我们这边就称为这个 MDU MDU challenge 就通过可能 应该是通过这个MDU这个 加密过的这个 一串的这个challenge 就像一串这个数据 那么这个时候他就把这个名文 跟一串这个数据呢 一起发过去 把这串的名文数据 发过去 然后这个时候到 呃服务器呢发给这个设备 设备呢他又发给这个客户端 发给客户端 哎呀哎呀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这个时候还 还不是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呃说错了 这个时候呢这个账号呢 他虽然拿出这个密码了 但是还没有还没有对他进行加密 他只说发一串这个challenge过去 他只发这一个 他只发这个 就把这一串的这个challenge发过去 那么challenge发过去呢 他还没有 这个时候还没有用这个密码进行加密 没有没有加密啊 他只说一串这个 一串名文给他 就发一串名文给他 就这个名文呢 他的目标就是把这个名文给这个 最终转到这个 转给这个客户端的时候呢 客户端再用这个密码 跟这一段challenge 进行 一个运算 再算出一段加密过的这个 这个这个数据 这个这个这个时候呢 他就把这一串的这个名文呢 用自己的密码 对他进行加密 加密完之后呢 他再把这个加密过的这个数据 最终生成的这个数据呢 发回给他 就说服务器给他一段 名文 然后 客户端的用密码进行加密 加密完之后呢 生成的这个密文呢 发给这个服务器 那服务器收到这个之后呢 收到这个加密过的这个名文 加密过的这个数据之后呢 他就 会进行对比 因为他自己也有这个密码 他自己也有名文 他会算出这个加密过的这个 这个数据 然后这个时候呢 他客户 客户端这边他也 也 也进行相同的这个计算 也算出一串这个 一串这个 加密过的这个数据 然后这个时候呢 拿着两个进行对比 进行对比 一笔如果说 你客户端算出来这个最终的结果 跟我这边算出来这种结果是一样的 那么他就认为你的密码是一样的 对吧 认为你的密码是一样的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在这个传输过程中呢 他始终没有传输这个密码 但是呢 服务器呢 他是能够知道 这个 客户端呢 他有没有正确的密码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这个对比 是正确的话 对比如果正确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他就回给他 这个 eap success 就告诉他 你认认通过了 认认通过这个时候的端口就处于那个 authorized 就说已经 认认通过 这个时候呢 用户呢 这个端口呢 设备呢就会把这个端口全部打开 然后用户可以正常的这个上线 好这个是上面的这个这个这个流程可能这个流程会相对 稍微 复杂一点 到这个用户上线之后呢后面呢他这个设备呢跟 客户端这边呢他会发一个handshake 就过一段时间 问他一下 你这个 有没有在线 这么正常 然后正常的情况下他会 给他回一个 哎我现在正常 然后如果说一段时间没回的话 那么端口呢这个设备呢他就 把这个端口呢又给关闭了 他会把端口关闭 这是一个整个的这个 802.1s 协议的这个认证流程 好这个是 刚刚开始是中继的方式 然后这边是终结的方式 终结的方式呢这个时候 然后就这个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区别的地方呢就是 啊 客户端发账号过来的时候呢 设备会把这个账号直接转给这个服务器 那如果是终结的方式的话 那么这个设备呢他会直接就给他回 直接就给他回这个 啊 challenge 直接就给他回challenge 因为这个challenge 其实其实就是一段名文嘛对吧 其实一段名文 对设备来说他也自己也不需要知道这个密码 他就把这个名文发给他 发给他呢然后他 你这个客户端进行计算算完之后发过来之后呢 这个设备呢再把这个名文 还有这个设备的这个啊 这个客户端计算结果统一发给这个服务器 那服务器他也可以进行对他进行 计算 那么这个时候他就扫去的这个设备跟这个服务器之间的这个交互的 次数 这是终结的方式 然后下面都是一样 好刚才介绍了这个 这么多这个原理性的这个 支持呢 就是 目标就是帮助大家去理解这个8.2.1x 这个协议 因为这个协议毕竟用的不是 很 太多 可能有一些 同事可能之前接触的比较少 所以就多解释了一点 然后呢这个 这个时候我们这个主题呢主要说还是回到这个正题啊 主要还是为了 去怎么去 处理这个故障 然后我们这边就列了这个故障的现象 因为我们这个目的的8.2.1x这个故障呢主要是 需要对这个用户进行认证 对吧 这个认证的这个现象呢 我们可以之间这边可以把它列为几个 一个是认证不通过 就是这个认证根本就 没有成功 不通过 然后呢 还有一种是认证通过了 但是呢这个反复掉线 就不稳定 一会就掉了 一会就下线了 还有一种是 这个设备 这个test登录 测试正常 客户端认证失败 可能这个在第一天的时候 应该是有 有同事问到这个问题 就是说在这个test AA登录测试正常 客户端认证失败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在这个我们说这个客户端 设备 还有这个服务器 这个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客户端发起这个认证 然后服务器对他进行回应 是否是正常 但是在我们设备上呢 有一些这个测试的这个手段 就有时候可能 我们为了这个定位的作用 我们在设备上面 可以用这个testA这个 命令 用testA的这个命令 去测试 我这个 用这个账号密码能不能跟服务器进行正常的这个 授权 认证 然后这个时候我发现这个在设备上到服务器的时候是正常的 但是客户端到服务器之间的认证是失败的 那这个时候呢 也是一个 会遇到了这个故障的现象 所以说我们这边把这个故障现象列为 三种 可能还有更多 我们这边先列三种 一种是真的不通过 一种掉线 一种是 部分通过 还有一部分 不通过 那么针对这三种情况呢 我们后面看一下这个 怎么去定位这个问题 然后前面一页介绍是那个 现象 然后这边我们列出这个 故障的原因 常见都有哪些原因 这个原因呢这个时候我们看这个三个部分 一个是客户端 一个是设备 也是服务器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把它分为 三个地方 有可能是 用户这边 输入用户密码 输错了 然后呢 看下面这个服务器 有可能认证服务器的这个配置出 这个认证服务器呢 他也是需要对这个用户进行 配置的 用户密码 假如说你这个用户密码配的是 123456 但是告诉别人说你是用123457 那别人怎么输就算怎么再怎么正确他也是 认证不了了因为服务器上就配置错误了 当然这个是一个例子啊可能还有别的这个 配置 好这服务器 然后这个这个课程的因为我们说这个是我们主要是针对 网络这一块 我们主要是针对这个网络设备这一块 如果说这个客户端这个 出错或者是服务器出错这个时候呢就 可能需要 去服务器上或者是到 用别的客户端去试一次 但是我们 这这个只要是看在设备上 怎么去定位这个问题 然后这边呢有可能对这个设备上如果出现问题的话 可能有可能 是那个功能 没有开启 所以我们开启 如果需要这个使能这个8.2.ES这个功能 我们是需要对于有个开关 开启 然后呢 还需要做这种AA的这个配置 这个配置呢除了这个 用名密码的这个配置呢 还有这种 认证 计费 Accounting 等等 这些配置 如果有些配置配的不完整的话 它可能会 带来一些 相应的这个故障 好这个常见的这个 这些设备